人就變瘦了 那這個可以再移過來一點點 那字的話就可以把它打上去 打字的地方就是說 當然這個地方打字就要靠自己啦 不過如果你時間來不及 我自學會給你們參考答案主要是怎樣 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複字 因為沒有太多時間嘛 你就怎樣呢 不過呢貼過來之前 不要直接貼上 先怎樣貼到你的記事本裡面 因為記事本有一個過濾的作用 不然的話所有的格式都會過來 那這邊貼上特別注意喔 這邊就把它複製 然後再貼過來 就可以了 貼過來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 我用這個全部顯示給各位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呢 像這個符號就是按Enter的符號 那這個符號怎麼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 shift加Enter 一般我們shift加Enter shift按2 再加Enter 一般我們習慣是直接按Enter 有沒有 但是在這裡它是說中間要怎麼樣呢 它這個題目裡面有要求就是說呢 要佔5列 5列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呢 它不是5個段落 而是5列 5列的話應該 意思講起來就是要按shift加Enter 所以你每打完一行的字 就要按兩次 shift加Enter 這樣才可以 兩次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求比較嚴格一點 就是說 1 2兩個 不過看起來其實跟按Enter很像 有沒有很像 但是 如果你用全部顯示的話呢 就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地方比較會有問題 就在shift加Enter 可是其實喔 我是覺得考試的時候 監考老師應該好像也不會管那麼嚴 應該按一個Enter好像也可以喔 這樣子 當然正統的是按兩次shift加Enter 可是你按一個Enter 考試的時候那個監考老師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管 也不會扣到分就對了 所以這裡的話 你當然最好是用shift加Enter 如果忘記的話應該也沒關係 那這個地方的話 接下來就把字 做一個格式設定 字中對齊 所以這邊的話呢 5列字中對齊 接下來的話呢 照片調整 然後呢 字的話就是標凱體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標凱體 然後呢 粗斜體 粗體加斜體 然後粗斜體嘛 大小為3 3的話就因為原來就3 那文字的顏色為什麼呢 FF就紅色 沒有綠色 然後有藍色 所以其實加起來就是什麼顏色呢 其實如果你勇敢 FF 按確定 其實就是這個顏色啦 有沒有 所以桃紅色啦 以後如果說你熟的人 根本連打字 直接點就好了 桃紅色直接點就好了 桃紅色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 每個字扣 一個字扣一分